大家好,我是竹子 最近說到性價比DIY或者性價比裝機 大家可能都說最近的顯卡價格過於昂貴 那麼甚至連性價比都完全說不上 但是由於我這次買到了一張8500的3070 那麼我們就來探究一下究竟在1000出頭 是不是可以裝到一台3070的遊戲主機 首先是小哲最新出品的C2機箱價值149元 這次在鹹魚上淘了一套1400元的版U組合 以及惠普的拆機內存和拆機NVMe 價值一共1850元 這次沒有使用水冷 而是使用了喬思波CR1400這一個CPU散熱 非常的便宜 下集結束 下集結束 留在這次被下集結束 下集結束 下集結束 这款TT的650W电源 在特价由京东购得 价值499元 在安装主板以及电源模块后 只需要装入我们库仑至尊公包的15元一个的9厘米风扇 一共有三个 在顶部装两个 然后菊花牌上一个 由于秉承便宜至上的想法 那么这次连定制线都没有做 直接使用的TT的自带的模组线 这一颗万力的3070 先遇上够得 拿回来之后发现没什么问题 最后在11000之内 就完成了这个3070游戏主机的build 当然如果3070是原价的话 那么这一整个build甚至可以控制在6000左右 那白日梦不多做 一万出头3070游戏主机的目标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